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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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又到我们每星期的Weedney Market Report时间 今天是8月17日2023年 我是Boris 首先声明这个视频是做教育用途 请大家不要用我的分析作为投资决定 如果要投资的话请你和你的投资顾问查询 首先和所有我们的Member说 就是我们现在开始所有的Standard Members 和Premium Members 都可以参加我们的Five Star Charts 的Discord Community 欢迎大家可以在里面交流 和share你们的投资的idea 偶尔我也会在上面给大家一些留言 股市调整 这个都是预料以内的事情 如果大家有follow我的视频的话 最主要原因是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说 美国的长期息口 就是开始创新高了 第一个就是美国十年债券息口 十年债券息口已经去到4.3厘了 二十年债券息口就去到4.5厘了 而七年债券息口就去到4.3厘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一年和三年的息口 就不是那么变化那么大 意思就是说 Yield Curved 资息率 开始叫做 斜上去 就是说长期息口 开始是升得快 过短期息口 或者短期的息口不动 那么长期的息口就升了上去 而造成股市就大跌了 如果在图表来看 就是说十年债券息口 如果我们用技术分析去看的话 它有机会去到5厘以上 OK 那在5厘这个位置 就会产生这个 傅背离的关系 如果真的产生傅背离的话 那可能这个就是息口 十年债券息口的顶部的地方 那升得有多快呢 这个就是最影响的故事 如果十年债的息口是薄味 那一下子升上去的话 这个是汇好伤害的股市 那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一些基础性的问题 基本面的问题 就是说 那这张图呢 告诉我 就是美国国债的那个发行 是远远低于美国政府的deficit 就是说美国政府呢 就是每年都赤字 那赤字呢 就是这些这样的高位 那这个呢 就是美国发行的 政府的债券的发行量 那大家看到呢 这个差很远 一个很大的gap 那就是说呢 要么政府就开始要 裁员了 减低支出 减低它的赤字 第二个呢 就是说它必须要推出更多的债券 出来去融资 如果它推出更多的债券出来 去融资的话呢 那变成了息口就更加有机会 就向上升了 那你说在这样的市里面 有什么东西可以赚到钱呢 那这个图呢 就在上个星期 我推出了 就是说呢 Healthcare的板块呢 可能即将突破呢 就会比这个S&P500好 那这个星期呢 就开始突破了它的上限的阻力 这条是它的跌下来的trend line 而它突破了 那虽然一次的突破 不是代表是一定的 你可以等多一个星期 但是呢 已经赚了钱 可以这么说 那这个呢 这个呢 在Healthcare的股票呢 我就在243元介绍 要卖入的我们的Member呢 就是8月4号呢 现在已经去到263元了 就是说短短的一个星期 已经升了差不多接近的9%那么多 OK 如果你猜到这个是什么图的话呢 我都会告诉你这个是什么股票呢 那你可以email info at 5-star chart.com 我讲这个Mystery chart 如果你猜到的话 我就会将整个图给大家看的了 那回到我们今天的agenda 那刚才说到 那个market correction的原因 在哪些地方呢 那今天呢 我会仔细地就说 market breadth 还有呢 这个时间 如果你真的看到市场跌 你还想走进去shop的事情 是不是太迟了呢 OK 今天我有很多study 会告诉大家 市场会怎么走 还有呢 什么时候呢 才会有机会见底的 OK 那首先就是道指 道指就跌破了这个50天平均线 也都跌下去了这个 就是红色的box里面 那上次跟大家讲 就是说这个correction 有机会是大概5%左右 那如果是5%的话呢 那道指有机会呢 就是去到黄金分割的38.2% 就是说33,900 左右呢 就可能是它的bottom出奇了 至于S&P500呢 跌幅就比较大一点 原因是为什么呢 大家如果要留意科技股的话 比如那些Apple Tesla 那些Microsoft 跌到简直飞起了 OK 那这个是会很影响 所以我相信S&P500呢 有机会呢 就是说它来个反弹之后呢 就是说它这个A Wave 反弹回B Wave 那这个B Wave反弹呢 可以是38.2%的跌幅呢 就是说可以去回 去到4456点这些位置之后呢 跟着再来的C Wave 那这个C Wave跌下去之后呢 就完成了这个4Wave的correction了 而跟着呢 它就叫5波就上去啦 那timing呢 我们看看下一幅图了 这个呢 就是S&P500的周图了 OK 大家看到呢 每一次当它升的时候呢 它如果是产生的高位 是在右手边 这个cycle的右手边的话呢 就是说它仍然是一个牛市的形态 就是说大家不用怕的 就是这个市场跌了下来之后呢 跟着呢 如果你买它的话 它会继续創新高的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知道呢 原因就是它仍然是 在cycle里面的right translation 那如果它是熊市的话呢 它就会产生left translation 大家看到吧 那所以呢 这个周期呢 Weekly周期说的 大概是9月中左右呢 我们应该会见到一个低位 而这个低位呢 往往有机会呢 在它这个 40周的平均线 左右这些地方 产生的 那拉斯达克指数 跌得特别厉害了 OK 那我们看到它是这样 跌下去已经跌破了50天 那现在它就近 这个100天平均线了 OK 那它在这里呢 可以是跌到去大概 这个100天平均线之后 亦都是它的channel 的一个bottom 那这个bottom呢 那这个bottom呢 有机会反弹 反弹之后呢 再跌回来 测试一下它 也不奇怪的 OK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见到 有RSI的pository divergence 就是说它跌下去之后呢 它未必是有真正的买力呢 去reverse它的 downtrend 那IWM呢 跌破了我们上个星期 画过trend line support 那变成它的跌幅就开始大了 那整体来说 它可能仍然是 在这个consolidation的位置 就是说它有机会在这里整固 整固下去的话 它也有机会碰回 177、180这些地方 那在一天 一个星期和一个月的表现呢 仍然领先整个市场的是 Energy股票 那大家看到呢 Energy一天呢 还是positive的 在一个星期呢 Energy是跌了1.24% 跌了最少的啦 而Healthcare也是跌得比较少 跌了1.32% 而在一个月里面呢 Energy是升了3.91% Communication Service是排第二 Healthcare是排第三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Energy Healthcare Communication Service 是头3个 Leading的板块啦 那大家知道 Communication Service 全部都是靠 Metaverse 就是Facebook 一只股 所以买来都没意思 如果买就买一只股 那我们看看 Fear and Greed Index 虽然市场这样跌 但是整体来说 Fear and Greed Index 暂时都是neutral 仍未去到Fear 即是说市场很接近底部 但是仍未碰到底部 而这个就是Smart Money Dumb Money的confidence 就是我们说市场的sentiment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Dumb Money 在这些最高位的时候 它是最Bolish的 OK 往往它都是错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它开始急跌下去 就是说 这些Dumb Money 开始Panic 盡量Sell 但是Smart Money 在这些地方 开始Trend上去 它们虽然还未Cross Over 到它Cross Over的时候 就是说Smart Money 开始控制回市场 去买入的市场 这个是CBOE的Options Equity Put Call Ratio OK 在短期内 我相信很快 市场就会开始有 rebound OK 但是这个rebound 能不能够再有力 去支撑市场 去创新高呢 我相信未去到这样的环境 那在我下面的分析 我会讲出为什么 但是在短期来看呢 就是说 这个Equity Put Call Ratio 已经去到Panic的level 那些人已经害怕了 OK 因为那些人拼命在那裡 賣Put Option 大家看到呢 每次的低位的时候 这个Equity Put Call Ratio 是Over 1的 OK 超过这个1的 那现在来讲呢 我们的index 大家看到index的 Put Call Ratio 是没有spike的 就是说 institution的投资者 或者大户的投资者 它根本都不是hedge 这个市场 就是证明他们 对于这个市场 是很bolish的 而另外这个呢 是13天的moving average 就是刚才的Equity Put Call Ratio 如果我们看13天的话呢 它也都接近去到Fear的level 但是它未到 就好像刚才我们看那个 Fear and Green Index的话呢 我们是neutral 但是很快就去到Fear这个level的了 那我们也都看到呢 就是说 它这个ray of change 是急升上的 这个也都是代表 短期内开始出现 这个bottoming process的出现 另外一个呢 是S&P500的percentage pmo buy signal 已经跌到 就去到差不多 剩下12%了 就是说12%的 S&P500的股票呢 是有这个point and figure的buy signal出现 那这个呢 已经是很低的了 是不是一定bottom呢 不一定的OK 这个技术上 我们会产生反弹呢 反弹之后才有机会再創新低呢 那才会有机会在bottom的 那我们今天的分析后面呢 是很精彩的 因为我们会更加呢 会给大家看到更多更多的indicator 告诉我们这个市场 还有机会呢 在反弹之后继续跌的OK 如果你对我们的分析是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来我们的网站 订阅 成为我们的member 那你如果是喜欢我们的视频 也可以给我们一个炸的手指 那你今天说到这里 拜拜